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活力成年事工》 多媒体站这个网上平台 Michael带我们做运动 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做施筋运动 我现在做手 接着会做脚 1 2 3 3 4 接着做下去 10下 1 2 3 4 再来一 1 2 3 4 1 1 2 3 4 1 2 3 4 4 1 2 3 4 4 4 1 2 3 4 4 1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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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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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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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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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 7 3 9 9 9 7 8 6 8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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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第三十三节耶稣这样提到 这段圣经都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减少忧虑的有效方法 就是把我们的思想由我们个人自己的身上 转到上帝的身上 我们怎样可以实践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呢 怎样去减少忧虑和恐惧呢 我们要第一关心上帝的角度 第二我们要做一些事情要令上帝开心 那你就思想一下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可以做哪些事情 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就是我们去关怀别人的时候 可以减少我们的忧虑和恐惧 因为当我们去关心人的时候 我们将个注意力在别人的身上 别人所经历的事情 别人所面对快乐的事情 憂愁的事情 都在那大的地方我们去关心 以至我们能够放下自己所忧虑 我们就不会落在一个常常忧虑的处境当中 我们就不会变得自我忧虑 其实我们的忧虑和恐惧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过分紧张自己 自我忧虑 把我们的焦点 常常放在自己的身上 而忘记了上帝的角度 或者我们身边的人群 只要我们将它转移的话 关心上帝的角度 关心别人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的忧虑和恐惧自然会减少 求主帮助带领我们每一位 这天同聚于主圣殿 来守船我主恩殿 这天同聚于主圣殿 这天同聚于主圣殿 来守船我主恩殿 这天同聚于主圣殿 生命中的伤心 是有心中的伤心 伤心生地传愿 还给我勇气 面对挑战 人颠太美丽 无什么可取提 为求真心 全然给主 不仗显著 爱多珍贵 终生爱神 倾心倾意 爱别人 猜各生命没有荒废 这天和醉于主圣殿 来守船我主人殿 他已成名来使我圆殿 来使我两眼重见过是 这天和醉于主圣殿 来守船我主人殿 铁字眼望重生的传言 还给我勇气面对挑战 一点太美丽 无什么可取提 为求将心全然吸着 留将显著爱多珍贵 终身爱神 倾心倾意爱别人 在各生命没有荒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众收规测創 神业重的恩惠 然我一生全若福音 为精湿主内何高位 静患汉露天 主的庄家在面前 妙夫收成无法估计 终于是命 不惜一切来回应 能是否你是最尊贵 我们今天嘉宾Henry 会和我们讲一下家居基电的需知 有请Henry 大家好 受Sandy的委托 我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多年的工作经验 和教学心得 主题是家居的基电设备 希望能够在三个方面 对大家提供一些参考的作用 第一是安全意识 第二就是节能环保 折散大家的开支 第三是活跃思维 保健大陆 关于第三个方面 以前在活力星期四 Erik 比利和洛西安娜都有谈到这里的 其中就引聚到一个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 其实这个研究报告的精神就是 即使人年纪大了 但是这个大陆一定要互弱思维 学一些新的东西 现在天气逐渐冬了 冬天将至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应节令而生 就是讲这个Furnace 暖气炉 我打算用一个主族 来将上面提到的三个方面 串联来一起来讲 这个主族就是 就是讲解分析Furnace 暖气炉的运作流程 以及工作原理 我们看第一张图 这个图就是在 Baseman的司令 看到有个120伏的开关 下面就是那个暖气炉 就是说这个暖气炉 是要用到一种电能的 通常在住宅里面的暖气炉 都是用120伏的 这120伏的电 主要就是给Furnace里面的 两个Motor使用的 一个就是Blower Fan Motor 就是供暖气 将这个暖气吹出来的那个马特 另一个就是Van Motor 肺气线 将这个肺气线抽出去谷外 以后我们有机会 再讲讲这个关于电的安全的知识 现在我们看第二个图片 这个就是Furnace 它的牌子名就是Keep Light Furnace的上面 就是暖气供出来的那个Air Duct 我们叫做Supply Air Duct 左边也有一个白跌皮做的 这个就是Return Air的Air Duct 我们说的是汇气槽 然后看到一条小的黑铁管 这个就是天然气的供气管 粗的PVB那条管 就是废气排出的管 现在就引伸到第一个问题 就是安全里面的第一个问题 天然气 如果是纯正的天然气 是没有颜色的 也是没有味道的 这个味道是我们只是那个臭角 不是吃那个味角 还有是没有毒性的 它纯的天然气是没有毒性的 那天然气的主要成分 大概85%到90%就是这个甲丸 那由于它天然气 如果它泄漏的 它大家都知道 会容易引起火灯 或者甚至到爆炸 但是它又是没有颜色的 没有味道的 那所以就那个工程师 那个设计这个人员 它就将一种叫做 mercaptain 就加入里面 我们叫做榴唇 榴黄的榴 甲唇的唇 那榴唇呢 就是如果加得多 它是对人体有害的 那所以它那个设计人员 designer 它是控制那个数量的 因为它这个mercaptain 它是有好像臭鸡蛋那样的味 那所以如果当我们闻到 家里面闻到有臭鸡蛋的味 那你就大家要警戒了 会不会是天然气会流 那当然这个机会就不大的 那如果闻到很浓烈的臭鸡蛋味 那就是表示那个天然气流 那大家都知道 那我们的反应应该就是 就是把门窗打开 那就和人呢就尽快走出去屋外面 那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不要将电的开关 甚至到电子的开关 比如说手机开动 就怕引起那个爆炸和燃烧 第三个图 这个就是暖气炉的内貌了 那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图片 就是把它简化了 一个透视图的 这个就大概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另一个图片呢 就看到你们可以看到 KEEP LINE的上面呢 有一个细孔的 是长方形的 这个呢就给用户 或者是维修的人员呢 看它里面那个燃烧的情况的 那如果你看到里面的一个火焰呢 是蓝色 那就表示它是燃烧得好的了 蓝色里面外面呢 那个火焰外面呢 就有少少白 那就最好的了 好了 讲到燃烧呢 那我们大家看看这个 燃烧化 化学反应 那个方程式 那第一个方程式呢 就是NATROGAS 就是我们讲的天然气 那第二个方程式呢 就是PROPAG 那第一个方程式里面呢 CHC呢 就是我们讲的氢炭化合物 那CHC呢就是这个 这个甲圆 那箭头的左边呢 就是燃烧之前的状态 箭头的右边呢 就是燃烧之后的状态 那我们看到是 一个甲圆的分子 加两个氧气的分子 然后再加八个氮气的分子 那反应以后呢 就会产生 是一个氧氧化碳的分子 和两个水的分子 和八个氮气的分子 加热量 HIT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HIT 那你可以看到 它左边和右边呢 如果你们有空 你可以再看这个 所有左边和右边的碳原子呢 是相等的 比如是 左边一个 碳原子 那箭头的右边呢 也是一个碳原子 那样原子 那样原子 左边呢 就是四个 那你右边呢 两个 加两个 也是四个 那它 这个呢 是最理想的状态下 就是理论上的状态下 燃烧的化学反应方程式 那顺便这里插一句呢 就是 譬如 你们想辅导那些孙儿子 孙女学化学呢 因为这条题呢 在化学货里面呢 经常有讲的 那 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 化学 这个 反应方程式呢 左边和右边呢 它那个原子的数目呢 一定要双等 如果是不双等 就证明是错的 那另外呢 就大家都可以看看 就是了解多些 那 那 Propyl呢 一个Propyl的分子呢 它是有三个碳原子 就八个氢原子 所以 Propyl呢 那个能量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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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熱量 它這個統稱為除了熱量有一個廢氣 這個廢氣就跟著那條操管排出去屋外 這個是我們講最理想的情況 你可以看到空氣裏面有20%氧氣 80%是氮氣 但這個是理想的狀況 實際上它不是的 實際上就是氧氣大概半支21% 氮氣就半支78% 剩下1%就是那些垃圾的物質 而且它不是所有一個碳原子都會和兩個氧原子結合 它有些極少數是會一個碳原子和一個氧原子結合 那樣就產生了一氧化碳 那一氧化碳它同樣是第一個沒有色 沒有味 這個沒有味是兩種 一種就是taste 你知道吃的那種味它是沒有的 第二個就是聞 你也聞不到的 而且它是有毒性的 它的毒性就是會將紅血球的細胞 令到紅血球的細胞不能吸氧 而且不能夠將氧氣輸送到人體的各個器官 所以久了吸氧化碳太多 而且太久那些器官會死 尤其是最嚴重的就是 你的心臟會停頓 大腦缺氧會死 所以我們將氧化碳稱為silent killer 就是無聲殺手 所以各個市政府 各地的市政府都有個規定的了 在家居裏面 每一層一定要起碼要裝一個 一氧化碳探測器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到這裡為止 我們就強調了兩個安全的意識 一個要注意天然氣有沒有洩漏 第二個 在你這個暖氣爐運作過程裡面 有沒有產生一氧化碳 那麼一般情況下 那個廠家生產這個設計這個暖爐呢 它是很嚴格的 然後專業人士來安裝也是很嚴格的 它這個暖氣爐的安裝和生產 都是under一個機構來監管的 這個機構就是TSSA technical safety standard association 這個很嚴格的 所以一般的情況下 大家使用這個暖氣爐是安全的 在安全的情況下 我們現在就講講它這個暖氣爐的運作流程 先和那個dermostack講起 dermostack就是我們講的溫度調節器 通常在家裏面我們是把溫度設定 我們叫做設定 就大概是由18度到23度 有些人喜歡低一點 有些人喜歡高一點 但比較popular的就是設定21度或者22度 那麼我們用21度為例來講 那麼當這個溫度調節器 如果感覺到你屋裏面的溫度是低過21度的 那麼它就會傳一個信號給這個暖氣爐 裡面一個gas valve 那個天然氣的佛門 那麼天然氣的佛門就會打開 那麼就將那個天然氣噴出來 你看到這個圖 它是有1 2 3 4 5 5個噴嘴的 那麼同時呢 它就馬上點火的 那麼你現在看到這裡 這個藍光 總之表示它燃燒是很理想的 那麼然後呢 它噴下去呢 就有5條管道 這5條管道呢 我們就叫做burner 燃燒器 那麼在這個燃燒器裡面呢 它就跟著就產生這個廢氣了 就是我們剛才講過的 廢氣加這個熱量 那麼然後呢 經過一個你看到一個抽氣線 通過這條管道 就派出去屋外 那麼這裡就產生一個問題 那個熱量會跟著這些廢氣 一起派出去屋外 那麼但是我們需要暖氣的嘛 那麼就 跟著就 那個設計人員呢 就想了一個辦法 就在這個burner的後面呢 它就再接一個東西 我們叫做heat exchanger 就熱交換器 那麼它熱交換器的作用呢 就是將那些熱量 它這個熱交換器是用金屬做的 就跟外面的空氣進行熱交換 就將裡面的熱量傳給外面的空氣 那麼存得越多就越好 那麼其實那個furness的效能呢 分我們分中高低 就其實就根據那個 將熱量留得多少個percent來定的 如果是低過那個熱量留在屋內 低過percent 70的 我們叫它做低效能 如果是percent 80的 那麼我們叫做呢 就中效能 如果是超過percent 90的呢 我們就叫做高效能 那麼現在通常的廠家 你去買的呢 就大部分都是高效能 那麼有一部分 小部分呢 還是中效能 可以供大家來選擇 因為中效能它就便宜一點的 那這裡就看到那個heat changer heat exchanger 就是熱交換器 那麼它就用了一個風扇呢 來吹 所以就加速那個空氣流通 那麼因為你空氣如果不流通呢 它停在那裡呢 那麼它那個吸熱的能力呢 就沒有那麼快的了 那麼所以呢 你一定要將那個blower fan 來吹 就將那個空氣呢 它受熱的空氣呢 就吹上去 吹上去那個就是air duct 然後air duct呢 再通過不同的air duct 它一路一路會吹下去的 就送到你各個 家裡的master room 睡房啊 除房啊 除房啊 那裡的地方了 那這裡又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那個空氣從屋裏面回來呢 你看到上面呢 就是supply air 下面那個呢 就是return air的 那它如果你沒有一個air filter呢 它直接這樣吹呢 那就最好了 因為空氣流通最快嘛 那但是呢 如果你沒有一個filter呢 它這個空氣裡面呢 就將所有的雜質 屋裏面的雜質 它都會進入那個burner裡面 燃燒 那就會damage那個burner的 那跟著呢 又會damage那個熱家換氣 heat exchanger 那它這個如果burner 和那個熱家換氣呢 會damage呢 它裏面那些一氧化碳呢 就會流出來的了 那所以我們一定要加這個air filter 就是這個實際上是 就是有些情況我們要取得一個平衡 就既要讓那個空氣 circulation要好 但是呢 我們也要用air filter 來將這些雜質來擋住 那而且它還有一個作用的 不單止是對這個燃燒有幫助呢 它也可以將你的屋裏面那些 不好的空氣裏面的成份呢 隔著在這裏 那所以呢 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地 很重要的步驟呢 就是 大概通常在行業裏面呢 我們就定了三個月 就三個月裏面呢 就將那個air filter 換 那如果你的家裏面是比較清潔的呢 你可以三個月多一點都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的家裏是比較髒的呢 那你就短過三個月就要換的了 那如果你們買那個屋 或者你們住的屋呢 你們知道從來是沒有清潔過的呢 那個air filter 清潔過的呢 那我就建議你們就應該叫專業的air filter 那個清潔的公司來做一次 因為他們是一個很大馬力的那個抽氣線的 它是用一個truck的 一個大truck來運的 那你就 如果你們從來沒有清潔過一次的呢 你就將那個 僱用一個清潔公司來做一次 那我的經驗呢 就是你做一次就可以了 就可以自己做了 那我這個呢就是 你可以去這個五金店裏面買一個 這個抽氣線 抽氣線 它這個是有五馬力的 是比較大的 比你的吸塵機大的 五馬力的 而且它還有一條軟管 可以通到去 這個就是護氣槽 護氣槽就要回回去 這個就是護氣口 護氣口就要回回去護氣槽的 這個就是出氣口了 就通到這個供氣槽的 那你們就可以用五馬力的吸塵機 就把這個 那個cover拿出來 將那條軟管伸進去 吸 將這個出氣口和供氣口呢 都吸乾淨 那這個吸塵機呢 大概是百多二百元左右 那你用一次呢 其實就可以收回成本了 你如果叫那些專業的人 那些公司來做呢 它一次收你百多二百元 那最後呢 那最後呢 看看你們 需要 我下面呢 再講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什麼 課題 或者要求 是不是講深一點呢 或者是講淺一點呢 你們可以把這個 反規呢 就 講給Sandy知道 上一集呢 我們都有講 Whatsapp 怎樣搬去電腦看 那大家可以舒服一點 那但是如果 現在下一集 就說 Whatsapp 幫你搬 搬些什麼 那下集說 大家記得 11月5號 即是下個星期四 我們的1點半到3點 會是現場 用zoom meeting 舉行的 你們報了名了沒有 會議號碼 會議號碼 和密碼呢 我們就會按照 你們所登記的電話 用Whatsapp 去通知你們 如果有問題 你可以聯絡你們的組長 又或者打電話來 647-621-0927查詢 因為我們是現場錄製 和要剪輯 所以在11月5號和12號 那個YouTube頻道 我們會暫停的 敬請大家留意 亦都歡迎大家 在節目之後 打電話來我們的關顧熱線 電話是416-754-3308 內線780 又或者在以下的時段 打電話來 我們都會有專人接聽你的電話 很樂意聽你的分享和祈禱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明明我們會見到 我們會談 我們會談 你會談